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今天的阅读人讲重点 我们今天将为你介绍十本好书 也希望我们所介绍的书 其中有一本 就是你现在人生所需要的好书 所以我们阅读人讲重点 在今晚将为你来说重点 让人生开始有更好的方向 引导大家持续往前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有哪些好书 将与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咯 好首先我们今天有十本书 那这十本书 我们将为你简单来一一简介 第一本书到底要聊的是蜘蛛 你害怕蜘蛛吗 你喜欢蜘蛛吗 你觉得蜘蛛它有什么样的用途或用处呢 好我们到底要来介绍一本蜘蛛的书 而第二本要来聊 暴力与恐惧相关的人性问题 毒药猫理论 而这理论是什么呢 学心理论 新根据我们一起来学习 然后第三本 跟健身有关 我们昨天有聊到跟健身房有关 在家就是健身房 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健身房 又该如何运动呢 好那待会要跟大家分享 科学化锻炼 然后延伸谈谈日本服饰会 哇非常漂亮的服饰会的画作 这艺术文化作品里面又代表什么含义呢 然后甚至要谈谈独立 你有多独立就有多美好 我们人要生而独立才能够长大成熟 然后也要来聊聊天才的关键习惯 历史中的天才 他们是如何来的 智商高就等于天才吗 小时候神童就真的就是天才吗 待会我也为大家来破解 然后延伸要聊 神童饮食 神童哪有这么难 慢慢的往下我们后面的三本书 分别是 管好你的脑 使你的大脑不会再过度忧虑或疲累的一些方法 延伸倒数第二本是 人生就是赛局 以及后来我喜欢的人都像你 是一本散文书爱情书 好那这十本书哪一本是你所喜欢的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写下书名 也透过你的文字讨论和分享 跟着大家一起在线上读书咯 所以这是我们今晚的读书会 十本好书将为大家来简介的 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咯 好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第一本书 好第一本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蜘蛛 蜘蛛的脚里有大脑 真的吗 蜘蛛很敏锐哦 很厉害很聪明 那我们这本书将要告诉大家 蜘蛛没有你想的这么可怕 当你深入了解才发现原来蜘蛛这么厉害 这是一个让你陷入勤网的蜘蛛学完全入门 我相信对有些人而言我们这样讲完还是会很害怕蜘蛛啦 好作者呢是中田兼介 中田兼介是京都女子大学的教授 好他专门研究的是动物的行为学和生态学 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科目就是 蜘蛛的台语怎么念 蜘蛛吗 蜘蛛蜘蛛的脚里有大脑 好那你喜欢蜘蛛吗 你喜欢就留言加一 你非常非常讨厌留言加二 然后连那个按文字都有痛苦 你就用表情符号来代替 好那这本书要跟大家聊聊蜘蛛跟人类的世界 其实密不可分哦 虽然多数人看到这个八角的生物就会起鸡皮疙瘩 甚至一想起来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可是呢 蜘蛛其实没有你想这么可怕 好例如蜘蛛有一些好处和用途 第一个 如果家里看到刚看到蜘蛛网 就蜘蛛目前刚结尸 请不要马上扫掉 因为呢 这个蜘蛛网它有抑制细菌 甚至吸附灰尘的作用性 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蜘蛛丝上面 哎 张满那个毛毛屑屑啊 很张 好表示它其实有点像是在空气滤清一样 先帮你们家的空气先打扫了一轮 所以呢 当它结网一阵子之后再把它清掉 哎 甚至能够帮你做空气清洁哦 然后甚至蜘蛛丝 我们都知道其实蜘蛛丝的韧性很强 它甚至被做过很多一些 在军事上用途的作用 然后但是甚至我知道像斯彦好像也曾经研究过蜘蛛丝的粘液 想要做一些粘液的开发用途 然后蜘蛛呢 它会把它某部分的大脑的触感的一些 思觉神经放在脚上面 所以蜘蛛的脚很敏锐 很敏感 好那全世界的蜘蛛呢 一年的进食量等同于全人类的体重 所以等于蜘蛛它一年会捕获很大量的害虫 包括蚊子啊 小飞虫等等 对 然后甚至呢 哎 我们知道蜘蛛的繁衍过程当中 蜘蛛的母蜘蛛是很伟大的哦 如果在蜘蛛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食物 母蜘蛛会把自己作为食物献给它的孩子 对 然后延伸 那蜘蛛也会变成为母蜘蛛的食物这样 好像一环刻一环 对 所以有些蜘蛛为了避免自己被母蜘蛛吃掉 会先捕捉一些猎物 然后放在母蜘蛛旁边 避免交配之后 自己就成为猎物这样 好所以这是一个谈到蜘蛛的博士 他好好为大家来解析蜘蛛 好所以看完听完我们介绍第一本书 不要马上跑掉 觉得哎呀 今天介绍内容好恐怖哦 没有 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好用 有趣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包括其实蜘蛛也是一个异虫 不完全是害虫 甚至如果你家里看到有一种很大的蜘蛛 叫做拉牙 拉牙 我不知道那个在中文里面叫什么名字 对 那他就超级大蜘蛛的话 哎不要马上把他赶走 因为他也是异虫 他会把你家里的蟑螂全部吃完之后 他才会离开 所以不要马上就把这种大蜘蛛打死 打死就很可惜了 好第一本 蜘蛛里 蜘蛛的脚里有大脑 所以你喜欢这本书吗 如果你喜欢 用按赞来回应看你有多喜欢哦 好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本书 你也可以用表情符号来回应这本书 好 请介绍第二本 好 第二本书名叫做毒药猫理论 好 毒药猫理论指的什么呢 里面指的一个理论 他指到清战高原东部边缘有一个山村 山村的村落 流传一种毒药猫的传说 毒药猫则是能够变成动物 害人或撕妖法女人 而过去呢 在每个村落总会有这一两位妇女 被人们咸语说他叫毒药猫 所以作者透过毒药猫的研究 这个社会论点 进而发现这个社会人类事件的普遍暴力 行事 所以这个暴毙行事呢 在过去 有一些是 我觉得在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 比较有点像是 以而传而 穿着附会 把原本很小的事情越夸张越讲越大 越长越大 而这是人的幻想中所添加的 他说甚至在这个现实时代 2014年的伊斯兰国崛起 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贴标签 伊斯兰国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暴力组织 然后延伸这个组织不止在欧美 也甚至在穆斯林的世界造成许多国家 在宗教性别延伸的战争 进而达到造成了许多人因为战争缘故 而人口的颠沛流离 然后也为欧洲各国带来大量的移民难民 创造新的种族冲突和社会暴力 而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跟人性有关系的 所以甚至延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网路霸凌等问题 也都是我们当代需要关注的现实 谁是本书的作者呢 他是一个社会学者 王明赫 哈佛大学博士 然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然后台师大讲座教授 以及中研院的院士 然后他专门做很大量的社会研究和观察 他说在这种讲求内部纯净的社会认同下 人类面临重大社会矛盾或外来灾难时 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羔羊来化解矛盾 与对外界的恐惧 进而团结社群 所以我们现阶段很多人很害怕 就是一旦自己成为那个什么 替罪羔羊背黑锅的角色 无论是公司组织社会组织 甚至大到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他内部不稳定的时候 他们最常做方式是什么呢 向外寻求一个替罪羔羊 用战争来使原本内部的矛盾 趋于领 进而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攻击对象 所以这也是在很多现在的社会学操作 的面下会讨论到一个观点 所以这里面从我们过去看到的 欧美有列女巫的风潮 列女巫如果大家有理解那段历史 就是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 很多人认为这是女巫所造成 而只要你是什么离婚啊 独居啊或者是穿着怪异啊 都被贴上女巫的标签 认为把你烧掉之后 我们的瘟疫疫情就会消失 啊可是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好甚至 犹太人遭受大屠杀 228事件 当代许多种族或宗教的 所影响造成的恐怖攻击 网络的社群暴力都是 这些人性的罪根啊 好所以毒药猫理论 要告诉你这些社会 恐惧以及暴力的根源 人性根源是什么 好所以对你而言 你听完 你有想到 关于毒药猫理论 你有没有听过哪些人 曾经被贴过这样的标签 而被大肆的攻击过吗 被贴上一个标签之后 就认为你就是那样的人 我现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听过 或所知道 可是真的有人是真 完全的坏人吗 以及包括你贴那标签 是否是真实的标签呢 我觉得尤其在政治这个领域上面 很多人最爱就是 贴对手标签 然后进而 选他的人就成为他的粉丝 其实也不一定 就只是 我只是暂时性的觉得 你的观点我认同 可是并不是成为你的粉丝 很多人 把粉丝这件事情想的 太忠诚太简单 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也像很多人会加入阅读人 可是其实大家 并不完全是阅读人的粉丝 大家只是阅读人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每天晚上九点共读 所以我们是一起在线上读书 并没有任何说 你因为我介绍之后 你一定要买这本书 我们阅读人也不会因为你买书之后 我们有赚到任何的钱 因为出版社一直 送我们一本书之后 跟大家推荐分享 所以我们最多的好处就是 拿到一本书 所以这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厉害关系 可是延伸在政治 却有很多人喜欢贴标签 好 这是第二本书 好 你喜欢这本书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用按赞来回应你有多喜欢 这个观点 这个论点 然后当然我们也要好好来反思 这个社会问题 好 第三本呢 要聊的是 他说大部分人在健身房做的是运动 而非重训 运动固然很好 但重训才是让你拥有理想体格的关键 所以系统性的训练菜单 能够让你达到有效的训练核心 好 所以这是在美国畅销十年 健身者必读的经典著作 然后在读的时候我也知道 为什么他健身者必读 因为里面很多科学化的观念 和系统性的工具做法 的确让你很好读 好 例如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他甚至在每一个章节后面 都直接帮大家标重点 好 例如他说运动可以让你更健康 可是并不能保证让你增肌减脂 如果要获得理想的体格 就要懂得增肌减脂 这两个生理杠杆 好 所以一般的重量训练 重要目标叫做增加全身的肌力 不是肌肉 是肌力 所以大量增肌能够 使你提高肌耐力这样 所以正确操作的话 重量训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体育活动之一 体育活动之一 然后深圳他里面也提到几个观点 我觉得蛮值得好好反思的 他说自律性强的人 就本身固定会运动的人 好 在学表现会更好 而且甚至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 是更好的领导者 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 更开心健康 压力也相对小 所以这是提到健运动的好处 其实阅读也是一样啊 有阅读能力 习惯养成 每天晚上九点跟着我们读书的朋友 自律性强 表现更好 甚至有机会赚更多钱 对 然后这也是他提到的 好 那里面也提到说 多巴胺的作用是激发人们采取行动 加强你的专注力 刺激你赢得奖励 所以我们要试着触发自己多巴胺 好 那触发自己多巴胺 还有几个观点 他里面提到说 当我们说某个人意志坚定或意志不兼职 就是他们对诱惑说不的能力很弱 他们很容易掉进诱惑当中 谁要釐清什么是我要 我想要 我需要等等面向 好 但书中我们提到科学化锻炼 很多人说那重力 重训会不会受伤呢 要如何避免受伤呢 好 那紧接着跟大家谈这小段重点 所以不知道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去健身房运动的习惯呢 如果有话请在下面留言加1 如果你本身完全没有去过任何健身房 留言加2 好 那怎么样避免运动训 重量训练呢 他说许多重量训练的伤害 不是因为训练过于激烈的发生 而是身体还没有从之前的训练中 恢复引起的 所以像可能有人看过 有人在握推的时候 拉伤胸肌 或杠铃升盾的时候站不起来跌倒 然后甚至在做大重量的硬举时 下背部受伤 好 其实这类状态啊 比例很低很低 通常会发生这种事 有些人已经是常态性运动 可是他并没有遵守着一个 有一个恢复期的运动准则 他举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的膝盖在大重量深蹲后隔天 感觉有点僵硬 这时候就不 就建议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要去了解你身体给你的警训 身体给你的警训 你要说如果你在这种 觉得脚一定有点剃兔牙 有点紧 有点不适感 有点僵硬的状态下呢 你继续运动会造成一个叫做 重复失利伤害 虽然这过程不会让你痛到停止训练 可是会阻碍你的表现和进步 甚至如果重复过头的话 就会真的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有几个预防方法 第一个叫做会痛就不要做 所以铁腿隔天不要想说 我再继续动铁腿就消失 会痛就不要做 而且还要了解这个疼痛是 对称两边还是只有单边呢 因为如果运动正确的话 基本上是两边痠痛 不会只有单边 不会只有单边 然后第二个 重量训练一定要是循序渐进的 不要一次就超过自己能力所负荷的 然后第三个 要有正确的知识 这本书是一个科学化的训练 甚至有很大量的搭配图示 告诉你该如何重训 所以科学化锻炼全书 这应该我会留下来的工具书 所以你自己本身喜欢运动吗 所以你听完我们介绍这本书 你有多想看呢 欢迎在下面用按赞来回复 回复你多想看这本书 好也欢迎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 我们每次的阅读人讲重点 将为大家介绍十八到十本不等的好书 也透过这些好书的介绍和分享 希望其中有一本就成为你生命的帮助 好那警戒下一本呢 服饰会 解剖图鉴 好服饰会除了是美术品之外 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资料 然后当我们在阅读服饰会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 里面画得很夸张 可以有很大量的玩心这样 从这边可以看到 当时的江户啊 物质虽不负数 可是却过得和平又幸福 由那时候人们爱玩 好那这边我试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试着用绘画方式来把那些当初 我们所看到的服饰会 重新让大家解构 这本书蛮有意思的 他里面大量搭配图示 好例如这边解释的是 猫之风履屋 猫之风履屋是在日本很有名的服饰会 就整个风履就 寓词啊 全部都是猫 在进入里面淋浴 好这里面主要提到的观点叫做 江户人爱洗澡 好爱干净的江户人 常常一天会洗两次澡 两次澡 可是当然那个燃烧水 当时的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再加上防火对策原因 所以江户人并非在家洗澡 而是会前往当地的汤屋报道 所以汤屋呢 到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公共式的浴池 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他的浴室礼仪 他还没有一一的介绍到 然后延伸还提到江户的厕所是摇钱树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去厕所有时候 有一些地点是要付费 例如付五块十块 他给你一包卫生纸 就作为交还 作为清洁费用 可是日本呢当时在古代也有 他们厕所是摇钱树 户外的厕所 所以在当时呢 甚至会有人那个水肥买家 会挑水肥去赚钱 所以这个厕所不只只用要钱 啊我要拿里面那些排泄物 来作为交那个什么 施肥用的 种植用的施肥也是要钱 也是要钱 所以江户人口带动了水肥性的需求 对 所以没有非常大量的彩图来介绍江户 所以你对于服饰会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多数人所了解就是日本文化 或者有一个很大印象是 哇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海浪图 是我们常见的 日本服饰会这种海浪图 海浪图 对所以这是解密服饰会 与大家分享咯 好所以你有多喜欢这本书呢 你有多想看呢 欢迎用按赞来回应 用按赞来回顾 一起来读书咯 好那警戒要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的作者是王寻 他里面提的是对女性而言 好所以对说妈妈女人女孩 鼓励了一本书 他说女人要一颗稳定的内心 做个勇敢努力又独立的自己 愿你不为家庭所困 不因婚姻所获 不予委屈和解 不向安稳妥协 愿你独立又美好 所以你可以跟着生活一起变美 要学会富养自己 我们总会听到说富养女儿 就女儿要富养 对儿子要穷养 其实我觉得不是 父母要先富养自己 好富爱自己 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这个富并不是用钱 是心灵的丰富 也是一种富 所以学会选择 学会放弃 学会努力每个当下 所以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 你不怕老 甚至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 所以如果没有人陪你颠沛流淋 那么你就做自己的太阳 温暖自己每一寸的人生 把自己过得健康自信 美丽自律 享受路上每一次相遇 而且世上人山人海 你可以边走边爱 所以如果你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好作者收集了43个 在婚姻中情感中 遇到困局的真实案例 透过这些故事要告诉你 你要勇敢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活出多采多姿的自己 好那这本书就是要送给所有女性朋友 然后男性朋友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一窥女性朋友内心底层对爱的想望 以及对爱的观点 对但也有迷思的部分 也有迷思的部分 所以他提醒 所有女性朋友们 要做个有风格的女子 有境界的女子 做个刚刚好女子 做个会表达女子 进而你的人生就能够活得够美 所以愿你一生努力 一生被爱 美好永远与坚持同路 所以回馈与大家分享 你有多独立 就有多美好 所以你自己喜欢你自己的生活吗 你喜欢你现在独立的样子吗 甚至你有伴 你是否也能够独立自主的爱自己呢 让我们勇敢的做自己 你有多喜欢这本书呢 欢迎用按赞来回馈 告诉我们 来看看有多少人喜欢 好那紧接要介绍下一本书 好下本书要谈的是 天才的关键习惯 好这本书的重点是 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天才 他们都有14个关键习惯 包括百则不饶 想象力 好奇心 创造力 跨界思考等等 而这本书要告诉你 这些伟大的思想 他们有一些惯性的习惯 而这些习惯是可以学习 还有培养而来的 好我们过去总会认为 有些人是天夫异禀 天生天才 可是呢 作者要告诉你 事实上天才都努力工作习惯 所以是因为他们努力的工作 所以使他们天才被看得更大 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天才 就不需要工作了 所以作者是谁呢 作者是克莱格·莱特 他是耶鲁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也同时开设了 在耶鲁大学许多人选修的 探索天才的本职 这门课 甚至他曾经荣获古根和艺术基金奖 以及芝加哥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等 然后他也是美国艺术以及科学院的院士 好那里面延伸还有提到什么呢 提到说 好神童的神奇啊 很多人认为神童就是天才 他说不是 神童只是他能够做超过同年龄做不到的事情而已 所以神童不等于天才哦 因为天才具有独特的创造力 天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被没有 是被忽视的 他有某一个特质特别厉害 可是是被忘记的 没有人在意的 可是直到未来他有一天自己独立可以发展的时候 他反而能够有机会改变世界 好那延伸要问大家 那如果我要培养我的孩子或我自己 我要努力使自己变成专才呢 还是通才呢 专才呢还是通才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写下你的答案 好作者说 专才在专研学问的深处 而通才在探索这个世界 可是如果你要改变世界 你需要培养的叫做通才能力 因为当你的脑袋资讯量越多 你才能够结合更多不同的创意 更多不同的创意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小小分享的 天才的关键习惯当中的几个小重点 然后大家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 留待你好好来阅读 好好来理解 好与大家分享天才的关键习惯 所以你是天才吗 我相信你是 只要后过后天培养 你就会是 所以请在下面留言是 请在下面留言写下 我是天才 勇敢来写 当你书写 你才能够勇敢成为天才 天生人物必有才 天生人物必有才 好请介绍下一本书 好下本书我们刚刚提到健身嘛 啊延伸 有运动就要有饮食 那这本书要谈 生童哪有这么难 好这本书要带你摆脱食物成瘾和用餐时间的束缚 一起用生童减脂增肌 获得真正的健康与自由 所以他里面提到生童的建议 生童的建议 好第一个生童的建议呢 就是建议请使用全食物 什么叫全食物呢 全食物就是 看得到它食物原来的样子 而不是吃的是加工品 而且全食物它的营养密度高 而进而他也比较不会因为添加太多添加物 而使你可能糖摄取过量或盐摄取过量等等问题 还包括油脂等 所以呢这是生童饮食的建议 对然后延伸这本书有大量的采图以及食谱的搭配 要告诉你 我该如何吃甚至该如何搭配运动的效果 他说像运动这件事 每周至少要有两次的训练 两次的训练 如果你本身是中阶训练者 则一周至少四天以上的训练 对所以少的一天一周两次 多的中阶的一周四次 然后大家每天都有也可以 每天都有也可以 可是一定要维持有稳定的运动量 稳定的运动量 所以这是一个能够使你人生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健康的一本书 要告诉你 什么是生童饮食 该如何吃 该如何做 好 谁知大量谈生童饮食的一本书 好 那里面也提到一些雕塑身材的部分 好 例如我问大家问题 就是 大家觉得女生练重训 会不会越练越壮呢 如果觉得会的话 留言加一 绝不会留言加二 女生做重训 会不会越练越壮呢 好 作者说其实女性的雄性基础远远低于男性 所以导致肌肉怎么练也很难练出来 所以男生练得要死要活一堆也没有很壮 所以你怎么觉得自己随便练一练就会变壮呢 所以女生并不会因为练重训就会变壮 甚至不会因为练重训就觉得腿会越来越粗哦 他说你看奥运的各类运动选手 女性选手 很多清一色的小腿都是细的 表示这个训练过程并不会因为你运动量大 肌肉就会变大 肌肉变大 然后延伸很多人在做健身 总会觉得体脂肪越低越好 可是作者说体脂肪很重要 可是过高不好过低也不好 然后例如建议男性不要低于10 女性不要低于18 否则会对身体有负面的影响 而且是很大的 健康的负面影响问题 好所以这是一本 生童哪有那么难 与你一起成功生童的一本书 所以这是由专业的生童教练来帮助你哦 陈士修先生 对陈士修 好与大家分享 好紧接下来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书名叫做想要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 这本书的作者叫加藤俊德 我特别把他名字标出来是因为他有两个字共一样 都叫俊德 好他说了解脑与心灵的运作机制 就能够改变你的思路习惯和行动 才能够让你从压力中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 所以里面提到大脑的运作机制 大脑有八大分区 这本书全部彩图 很多文字和彩图介绍 告诉你大脑的一些运作机制 我觉得很好读 好里面提到大脑八大区分别为 思维系统 情绪系统 表达 理解 运动 听觉 视觉 和记忆 而每个系统它是都是有不同的对应 和训练过程的 好那我提到一个观点 他也提到 他说大脑会萎缩多数 身体会跟身体老化同步 可是如何使自己的大脑 不会因着老化跟着萎缩呢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叫做动脑 大脑越常使用就越不会老 可是如果你不使用它 老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那如何使用大脑呢 就把每天晚上九点的时间空下来 跟着我们一起读书 并且跟着大家在下面一起交流讨论 这个聊天的过程 这些思索过程 这些阅读过程 就是刺激你的大脑不变老的过程 而你会越活越年轻 好那也延伸 来聊聊 那如果我们要好好用脑 那些成功的人该如何用他们的大脑呢 好他要提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做减少选择 减少选择 他说很多成功人士呢 他们买的衣服通常会完全色调一模一样 好然后甚至这主要原因就是 让因为大脑运作过程当中 当他资讯量太复杂 就会耗能 进而没办法好好专注 所以成功人士 他是能够好好专注把一件事情做完 他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大脑专注在当下 不要分心在那些杂事上面 所以减少自己 把自己的环境整理好 打扫好也是一个可以对应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要远离烦恼 要管好你的大脑 与大家分享回馈了 好所以你有多需要这本书 有多想读这本书呢 欢迎用按赞来回应了 按赞来回应 好那紧接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的书名叫做 人生就是赛局 越想云越容易输 这是赛局理论当中的困境 也是人类冲突背叛 以及彼此威胁耗尽资源的原因 好所以这本书 人生就是赛局 帮助我们认清整个赛局理论的全貌 进而了解这僵局是如何形成 才能够扭转情势 提高合作效率 好作者是费雪 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 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访问学者 而他所研究包括化学数学 食品科学物理学 生医哲学等等 然后甚至他之前曾研究过 饼干和甜甜圈 到底哪一个水分容易进入饼干孔系 获得1999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奖 哇很有意思的一个作者 好这本书有很大量的生活赛局要跟大家分享 好那赛局我们常最听到就是囚犯困境的理论 可延伸还有另外一个也常看到观点 这个有名的例子叫做十海古卷 好十海古卷指的就是当时初代圣经被撰写的时候 当时不是写在班纸上 是写在牛皮上面 好最早的十海古卷呢 是有一群牧羊人在洞穴遗迹中发现的 发现之后他们后来把这个古卷 拿去给那些考古学家看 考古学家哇非常开心 进而花高价把这些古卷买下来 而后呢就有更多牧羊人去寻找古卷 后来他们发现只要即使交的是一小片 这些考古学家依然会出很高的钱 来买这些古卷的碎片 后来呢即使很多牧羊人找到古卷 他们会把完整的一张古卷拆分成许多小块 进而一片一片来贩售 好所以这就是赛局理论当中所陷入的困境问题 困境问题 好那延伸 那有人说十海古卷离我好远 有没有近一点的案例呢 有有一个超近的 你家有一颗苹果 你有两个孩子 该如何分配最公平呢 该如何分配最公平呢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有一个苹果两个孩子 该如何分这颗苹果最公平呢 好这个很简单的方法要跟大家分享 方法就是我切你选 就是切的人不能选 选的人不能切 所以等于切的人会非常非常公平的切 而选的人因为反正是我选嘛 所以你切大切小跟我也没关系 我不会觉得不公平 所以进而能够使公平达到一个赛局的恐怖平衡现象 好所以这次与大家分享 人生就是赛局 既然是赛局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搞懂 人生才能够过得更精彩 更容易赢 好所以你有多需要这本书 以及喜欢这本书呢 欢迎用按赞来回应和回馈 好那紧接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本书 好今天最后一本书 书名叫做后来我喜欢的人都像你 好作者是万思雨 他本身是一个90后的新锐撰稿人 然后解惑少女的心事 写有要效的文字 好那这本书我觉得在读起来 真的很像情书 就有点像情书大全 如果你本身跟某一个对象进入暧昧期 或者进入热恋期 你需要有一些美好的情感文字 那这本书就是你的教科书 好例如这里面写说 如果世界对你不温柔 我愿做你的世界 我就会这样的喜欢你 甚至还有以下这些句子哦 我每天只想你一次 却持续了24小时 如果思念会有声音 你早已嫌我吵了 然后你在时你是我一切 你不在时一切都是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爱的文字 温暖自己也温暖你所爱的对象 所以他也提到说 喜欢一个人每次遇见都像重逢 晚安是开不了口的我喜欢你 然后也包括当青梅枯萎 竹马老去 从此我爱上的人都很像你 所以你看向我的时候 世界突然变得一尘不染 从那时起不管我念你不念你 你都沉淀在我眼里 不管我想你或不想你 你都落入我脑海里 不管我喜欢你还是讨厌你 你都声称的深藏在我的心里 于是我想记的每封信 都是自己想写给你看的情书 所以这世界开始分两类 分成你在的时候 你不在的时候 所以遇见你的时光 我的世界变得简单无比 你是我心里唯一一块柔软的地方啊 好所以很美的情思 很美的情书 所以如果你需要情书范本 这本书很值得参考 每次读来都会觉得心里很暖 或者会脸会小小的发红发烫 我喜欢的人都像你 好所以阅读人喜欢的读者朋友 都像现在今天 有参与读书会所有的朋友 有看到影片的所有朋友 希望你都能够喜欢你自己 也愿所有你喜欢的人都喜欢你 好这是在今天的最后一本书 也希望我们所介绍好书 能够大大开启眼界 当然欢迎大家 如果你本身有学习上的需要 想要了解如何阅读 如何笔记 如何写字 我们阅读人学院持续开课当中 邀请你加入我们学习行列 跟着我们一起进步 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使人生持续开展 看见更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进而在你手中变成可能 好这是今天的阅读人讲重点 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十本好书 也希望这十本书 大大改开打开你的视野 使你的人生 进而精彩丰富 期待明天晚上九点继续见面哦 晚安 拜拜 by bwd6 by bwd6